再以开机键的排线为例 演示一下排线的拆装 在拆任何一个排线之前 都要先观察 观察有什么注意事项 例如此类 它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排线下面有胶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溶胶液 先除胶 这第一个注意事项 第二个注意事项 是发现它排线的走向 有一个暗螺丝 这个暗螺丝在摄像头的排线下面 所以说第一步 要先把摄像头拆下来 摄像头的卡子 螺丝拆除以后 先把摄像头拿下来 摄像头拿下来以后 会发现这里有个暗螺丝 然后把这个暗螺丝拿下来 这个螺丝拿下来以后 这里还有一个卡子 这个卡子拿下来的时候 要注意是怎么拿下来的 摆放要正确 要注意它的摆放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对排线进行除胶 先把它掀起一个角 注意看 先掀起一个角 然后再往里面注射 注射这个螺丝液 基本上那个螺丝液 是索相披靡的 像有些地方弄不动的地方是吧 就不要急 用不动的地方就不要急 用螺丝液将它充分的溶解 这个螺丝液是没有腐蚀性的 所以说可以放心的使用 所以说呢可以放心的使用 这 看到没 先把这一部分拿下来 然后呢再拆螺丝 拆螺丝的时候 注意螺丝的摆放 不要随便乱放 然后呢就可以拿下来了 像这种焦没有除完是吧 没关系啊 还有焦没除完是吧 像这种怎么办呢 这种的话最好还是拿螺丝液去干掉它 最好是拿螺丝液干掉它 不要硬扯 硬扯能把排线扯断 排线有的可能不会 但是新款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要好几十块了 再就是这个按键拿的时候要注意啊 注意它拿出来是什么样 你等一下放回去就是什么样的 看到没 拿出来它这个有一个金属杠杆在下面呢 是朝下的 所以说你等一下把它放回去的时候呢 它也是朝下的 所以要记住摆放 记住摆放的位置 就是拆下来就是这样的 拆了下来 你也得把它装了上去 例如注意事项呢 下面这个铁卡子是朝下的 好 那么你先把这个按键先把它装上去 然后呢 这排线 拿过来 螺丝动 动对动 跟你们执细的时候 一样是把动对动 先打螺丝 把它固定一下 先打螺丝 把它固定一下 不要打太紧 因为你等一下可能还要调整一下 暂时不要打太紧 因为你有可能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先暂时固定一下 然后呢 再将这边的固定起来 按下去 这个地方呢 有胶对不对 有胶的地方 要注意点啊 尽量的把它弄整形了 还原 原装的是什么样 你现在就把它弄成什么样 全部弄好以后呢 再把螺丢的稍微紧一点 不要弄太紧啊 有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阻力就可以了 很好按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卡子 把它装上去 这个卡子是用来固定 松花器 和闪光灯的 好 不要扭太紧 刚刚好就行 一切 刚刚好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呢 再把这些摄像头 什么的把它装上去 大家在换壳的时候 也不要忽略了 外拍里面那些小能部件 例如这个弹片 这个弹片是干嘛的呢 是取卡针 取SM卡的一个弹片 它有哪两个 注意事项呢 第一点 就是它的螺丝 是专用的螺丝 大家注意看呢 它的螺丝 是专用的螺丝 跟一般的螺丝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它有两头呢 一头小 一头大 这个弹片小的一头 和大的一头 对应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大头呢 是对应这个取卡针的动的呢 动对这个大头 好 这就是它的规律 我们再把它装回去 那 这个螺丝 动对动 然后呢 取卡针的动 对这个大头 然后呢 用专用的螺丝呢 看到没 把它 打上去 无论你把这个螺丝 留那个多几 都不会影响它 正常的 弹片工作 同样的道理 这边呢 正子也是一样的 每个螺丝呢 它都有自己对应的位置 所以说螺丝 不可以随便乱打 这些小配件 它也有自己对应的位置呢 看到了 触点对触点 触点对触点 装回去 也是一样的 大家换壳的时候呢 沿着这些侧面的这些固定主板 和内配的小卡子 也要搬过去 还是那句话啊 打螺丝 不要瞎打 而且就算是这个 内配的卡子 它也是有方位的呢 它也是有自己的方位的 打螺丝 不要打太紧 刚好有一点阻力 就可以了 我换个脚尾 这样的话 这样就不会打到你们 我再给你们演示的时候呢 是考虑到你们能不能看到啊 所以说角度 可能会有点变手变脚 所以大家操作的时候 怎么顺手就怎么操作 在看点 看这里呢 看这里 螺丝哪里拆的 就把它放哪里 白放 放好 这样的话呢 再把它装回去的时候 螺丝就不会搞错了 其实换壳和打螺丝 都是非常简单的工作啊 非常简单的工作 现在我们把它拆掉 因为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拆这个 哪发和尾叉了 所以说要先把它拆下来